欣欣 睡觉了 很晚了呀 啊 才几点咯 已经10点多了 赶紧去 那不才10点吗 才10点很早吗 对啊 非常的早 赶紧早睡 早起 身体好 赶紧去睡觉 看下把虫收拾一下好吗 这么乱 妈 啊 不走啊 斜了 还是歪了 怎么了 你过来看 你过 我的天呐 那个塌下去了 那个脚 怎么回事 不是我弄的 肯定是乐乐弄的 谁弄的 你是乐乐 乐乐她是怎么弄的 她就是那里巴比地儿 一直踹来踹去 踹来下去 然后就塌了 床 这样子就踹来踹去 把床上弄搞塌 这么扭 哇 又塌下去了 怎么回事呢 哎 乐乐 乐乐 乐乐躲到这里 你为什么要踹那个床呢 你这么猛的 我也搞不到 能抬得动吗 抬个屁 抬不动吗 全部塌下去了 你看 塌 全部塌下去了 抬不起来 这还裂了 裂了 那你们今天晚上就不用睡觉了 好吧 睡地板呢 哇 好重啊 是哪里塌了呢 是不是那边啊 那边 那边 不 哪里塌了 是哪里塌了呢 哇 哇 你看乐乐多牛 这个它裂了 这个板 就是这个板 它被它搞爆了 踹爆了 那没办法修了呀 看 这个就是板裂了 本来这里是合起来 是一块板的 现在给它这样子 搞爆了 牛 牛 是吧 直接二板 一板分二 太牛逼了 那这样子没办法睡啊 这样子 你们打地铺 为什么我要我打地铺 你们打地铺吧 那这样西西 那你就睡上面那个床 你把那个 你睡吧 我恐高症 你恐高症 你这么 你恐高症 那你把它收拾一下 然后乐乐就打地铺 这个搬到床上先 那边 就那里啊 那个没烂的那一边 看 这个床的话 已经烂了两次了 现在感觉有点心理阴影了 怕它等一下它又烂了 上面这一层 塌过一次 然后现在底下那一层 又塌了 我先把上面这个床给铺好 等一下就给西西睡 西西睡地上了 西西帮忙一下 上来的 没事的 没事的 走啊 过来啊 过来啊 没事的 快点帮忙 把那个蚊帐拉一下 没事的了 那真的又恐高症 我不要拉拉了 你干嘛 吓死人了 谁谁的又踩到那边去 哪有这么吓人 那你不用睡了 上来睡觉啊 我不用敢睡 那你在哪里睡 不敢睡 你那天睡地板啊 那你睡地板 你就睡那里了 好吧 西西他现在有恐惧症了 现在这个床烂了 他要睡地板 那你睡地板吗 今天晚上啊 你们有没有见过这么调皮的小朋友 床板他都能给崩坏 而且还崩坏了两次 他现在去冲凉了 等他冲凉出来 我就要他好好交代一下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交代清楚 我就让他睡地板 嗯 乐乐出来 冲凉出来了 乐乐 今天晚上你就跟哥哥睡在这个地板上了 你们一人睡一半了 好吧 我睡前 你今天晚上睡哪呀 嗯 不说话 不说话那你就睡地板了 不说话就能逃过这一点 那你睡地板啊 你真的睡地板上啊 好 再爽上睡觉 睡着了 快点 再爽上睡觉 谢谢 睡这个房间 你先睡这里先啊 第二天 哎 你修好了 好了 好了 终于修好了 真的是 叫他写个 写个事情的经过过来 要写检讨书是吗 写个保证书 以后不准破坏家里的东西 乐乐 爸爸把床已经修好了 爸爸要你再写一个保证书 写个事情的经过 不行 那你马上就睡沙发啊 睡地板 太好了 好吧 我期望我一定要录下来